一口气看完,元朝十六帝 一,元太祖佛儿至今铁木真 铁木真的父亲是蒙古起研部首领耶稣该 在他八岁时,父亲被塔塔尔人下毒杀害 他和母亲又被族人离弃,生活非常艰苦 十四岁时,铁木真投靠了克列部首领王涵并遵其为父 此后,铁木真在王涵的帮助下,积聚力量,收集部众后 被推举为蒙古起研部可汗 后又经过一系列战争,铁木真在统一蒙古各部后 在沃南河召开霍里台大会,大会推举铁木真为大汗 并建立大蒙古国,国号大蒙古国 还为其上尊号为承吉思汗 承吉思汗建国后,经过多次对外战争 先后占领了金朝的大片领土 并灭亡西夏、西辽和中亚的花辣子摩 其征服足迹,原底黑海 127年,承吉思汗病逝,终年66岁,再位21年 二,元瑞宗伯儿至今拖雷,拖雷是承吉思汗第四子 承吉思汗在临死前,传位于第三子倭阔台 但由于蒙古托里台制的规定 倭阔台不能因其父的一命继位 必须等待托里台大会的最后决定 期间,王位空缺两年,便由拖雷监涉国政 两年后,托里台大会召开 托雷遵父一命,拥立兄长倭阔台吉汗位 此后,托雷遵照其父承吉思汗的遗嘱 甲道宋静,在三丰山大败金军主力部队 但托雷在率军回师途中离奇去世 终年四十岁 三,原太宗伯尔至今倭阔台 倭阔台是成吉思汗第三子 托雷监国两年后,倭阔台在佛里台大会上 为众弟兄拥戴即位,成为大蒙古国第二任大汉 倭阔台即位后,继续父亲的遗志 他南下灭金,太拔都和儿子贵有远征欧洲 其将于版图扩充到中亚、华北和东欧 同时又任用契丹人耶律储才为中书立 选拔中原文人为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倭阔台共在位十三年,后因大量饮酒至死,十年五十六岁 四,原定宗伯尔至今贵有,贵有视倭阔台长子 倭阔台去世后,由于贵有牺牲欧洲上尉归来 便由倭阔台之妻乃马甄皇后设政 四年后,贵有在忽里台大会上被选举为大蒙古国第三任大汉 贵有即位后,因唐哥拔都建立侵察韩国 拒不参加忽里台大会,便率军讨伐拔都 结果在行军途中病逝,中年四十三岁,在位不满两年 五,原宪宗伯尔至今蒙哥 蒙哥是成吉思汗之孙托雷的长子 贵有死后,拔都作为成吉思汗长孙,本有实力成绩汗位 但他无意即位,遂在忽里台大会上力挺托雷的长子蒙哥 成为大蒙古国第四任大汉 从此,蒙古政权游窝破台家族,转移到了托雷家族 蒙哥即位后,派其帝忽必烈,灭亡大理国 又命其帝旭列武,率军开始第三次西征 这次,蒙军打到了阿拉伯帝国 随后,旭列武在伊朗建立伊尔韩国 此后,蒙哥数次征伐难送 后在进攻重庆钓鱼城时,重伤而死 终年五十岁,在位八年 蒙哥的去世对当时的世界格局有极大的影响 导致了旭列武统帅的第三次蒙古西征被迫终止 六,原氏祖伯尔至今忽必烈,忽必烈是托雷第四子 由于蒙哥突然去世,没有留下一兆确定继承人 两个弟弟忽必烈和阿里伯哥为争夺韩位展开了四年的内战 最终,忽必烈击败阿里伯哥成为大蒙古国第五任大韩 但这场内战导致四大韩国先后脱离元朝独立 忽必烈击败阿里伯哥后,将国号大蒙古国改为大元 忽必烈也成为元朝首任皇帝 此后,忽必烈灭亡南宋,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同时又首创行省制度,注重农丧,畅办学校 使社会经济生产得以恢复,忽必烈共在位35年 最终在80岁时,并逝于北京 七,元成宗伯尔指金铁木尔 铁木尔是忽必烈之孙,皇太子真金第三子 忽必烈去世后,由于忽必烈嫡长子真金早死 铁木尔遂成为大蒙古国第六位大韩,以及元朝第二位皇帝 铁木尔在位期间,停止爷爷忽必烈的对外战争 专利整顿国内军政,同时又减免部分赋税 使社会矛盾暂时有所缓和 同时,还发兵平定了西北诸王的叛乱,十四大韩国承认元朝为宗主国 铁木尔在位13年,在42岁时去世 但因他后继无人,埋下了皇位争夺战的女幻 八,元武宗伯尔至今海山,海山是皇太子真金之孙 铁木尔之侄,铁木尔无子而崩后,按照蒙古救苏 由铁木尔的皇后布鲁汉设政 布鲁汉设政后,召开护理台大会 准备拥立铁木尔堂帝阿南达为帝 但铁木尔侄子海山,在弟弟爱玉黎巴利巴达的帮助下发动政变 除掉皇后布鲁汉和阿南达后,成为大蒙古国 第七任大汉,以及元朝第三位皇帝 作为报酬,海山册封爱玉黎巴利巴达为皇太子 还约定了兄中弟妻 同时又约定,爱玉黎巴利巴达死后 帝位复归海山之子何世纳 海山在位期间,实施了许多改革 但他在改革没有收到成效之时,便撒手了还 中年30岁,在位4年,9 元仁宗伯尔至今爱玉黎巴利巴达 爱玉黎巴利巴达因帮助哥哥海山夺取帝位 遂被立为皇太子 海山死后,爱玉黎巴利巴达成为元朝第四位皇帝 以及大蒙古国第八位大汉 元仁宗在位期间,大力进行改革 他竟用汉族文臣实行科举制度 推行已如治国政策,使元朝逐渐复兴 元仁宗在位9年,活了35岁 但他死后,违背了与哥哥海山的约定 并未传位海山之子和士辣 而是传位其子朔德巴达 这就导致了后来元朝长达20年的政治混乱及宫廷斗争 时,元仁宗伯尔至今朔德巴达 朔德巴达是元仁宗嫡长子 元仁宗死后,朔德巴达成为元朝第五位皇帝 以及大蒙古国第九位大汉 他登基后继续推行,父亲已如治国政策 并实施了一系列新政,使得元朝国是大有起色 但新政却触及到了蒙古保守贵族的利益 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不久,元仁宗朔德巴达被蒙古保守贵族铁师等人尸杀 年仅21岁,在位4年,11 太定帝伯尔至今野孙铁木尔 野孙铁木尔是元仁宗的叔父 元仁宗被刑刺杀后,野孙铁木尔率兵南下 杀掉刑刺元仁宗的叛臣后继位 成为元朝第六位皇帝 以及大蒙古国第十位大汉 他在位期间,在政治上未有太大变动 国家大体稳定,但元朝已进入多世之秋 野孙铁木尔在位5年,在36岁时去世 十二,天顺帝伯尔至今阿苏吉巴 阿苏吉巴是野孙铁木尔长子 野孙铁木尔在上都去世后 丞相道拉沙雍丽 其子8岁的阿苏吉巴为帝 成为元朝的第七位皇帝 以及大蒙古国第十一位大汉 与此同时,留守大都的元武宗海山旧臣 烟铁木尔和伯岩 分别秘密向漠北和江南前世 同时迎接元武宗的两个儿子 和世纳和图铁木尔回大都即位 结果,弟弟图铁木尔先到大都后自立为帝 而哥哥和世纳抵达和林后也宣布称帝 此时,元朝出现了三位皇帝 最后,图铁木尔在两都之战中 将在为仅42天,年仅8岁的天顺帝阿苏吉巴击败杀害 从此,元朝皇位重新落入元武宗海山遗戏手中 而太定帝,天顺帝父子被视为非法君主 因此没有妙号和嗜号 十三,元明宗伯尔至今和世纳 和世纳是元武宗海山长子,元文宗图铁木尔之兄 弟弟图铁木尔在两都之战 击败杀害天顺帝阿苏吉巴后 便派丞相燕铁木尔去迎接哥哥和世纳回京几位 并声称自己称帝是不得已为之 燕铁木尔到达和世纳所在地后 率百官献上玉洗 于是,和世纳在漠北草原正式击位 成为元朝第八位皇帝 以及大蒙古国第十二位大汉 并随燕铁木尔南下大都 但在行至中都时,图铁木尔从大都来到中都 拜见和世纳 两兄弟在中都饮酒之时 图铁木尔竟将哥哥和世纳下毒害死 年仅三十岁,在位仅一百八十四天 十四,元文宗伯尔只经图铁木尔 图铁木尔是元武宗海山次子 元明宗和世纳之地 图铁木尔在击沙天顺地阿苏吉巴 和毒害哥哥元明宗和世纳后 成为元朝第九位皇帝 以及大蒙古国第十三位大汉 元文宗在位期间 丞相燕铁木尔自食有功,便专断国政 导致朝政日趋腐败 元文宗图铁木尔共在位四年 年仅二十九岁就去世了 临终时,图铁木尔自毁谋害兄长元明宗和世纳之士 便依照立他的儿子为帝以自赎 十五,元明宗伯尔至今一林治班 一林治班是元明宗和世纳次子 元文宗图铁木尔临终时 自毁谋害兄长元明宗之士 便依照立他的次子 七岁的一林治班几位 成为元朝第十位皇帝 以及大蒙古国第十四位大汉 由于新帝年幼 雇由元文宗的皇后补达施礼明朝称治 但元明宗一林治班在位仅五十三天 就病逝了 十六,元顺帝伯尔至今妥欢铁木尔 妥欢铁木尔是元明宗和世纳长子 七岁的元明宗去世后 皇后补达施礼又盈利妥欢铁木尔即位 成为元朝第十一位皇帝 以及大蒙古国第十五位大汉 元顺帝在位初期 秦于郑氏任用托托等人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以挽救元朝的统治危机 史称治政新政 但新政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击毙已久的社会问题 反而引爆了元末农民起义 此后元顺帝逐渐丧失进取精神 开始沉眠享乐自甘堕落 与此同时 朱元璋建立明朝 并派徐达长玉春举兵北伐 不久 明军进攻元朝都城大都 元顺帝仓皇北逃 此后元朝退居末北 史称北元 同时结束了对全国的统治 两年后 元顺帝妥欢铁木尔驾崩于内蒙古赤峰市 中年51岁 在位36年 自此 奖国162年的元朝灭亡